高血压管住嘴 不吃这两物 血压稳降 血压高的人 少吃这两种菜 不然你的酱压就白吃了 高血压的朋友要注意了 如果你有血韵 耳鸣 头痛 急躁易怒这些症状 那这两种菜就一定要管住自己 不要再吃了 第一种就是辣椒 我们吃完辣椒以后 血液循环会逐渐的加快 这种忽快忽慢的血液循环 这种变化太快了 射体适用不了 就会导致血压的忽高忽低 难以控制 高血压患者在日常饮食中不建议吃辣椒 以免造成血压波动 而不利于病情的恢复 第二种就是咸菜 咸菜是属于编制类的食物 里面还有大量的盐 会使血压波动明显 加重高血压的情况 影响患者康复 长期食用还会出现 头晕 头痛 心悸的不适症状 因此高血压患者一般不能吃咸菜 高血压的朋友们 平时一定要注意饮食 保持清淡饮食 适当吃点蔬菜水果 比如苹果 橙子 香蕉 白菜等 少吃含油脂和盐分比较多的食物 比如肥肉 腌鱼等 此外还要注意放松心态 养成 规律 作虚 适当运动的习惯 根据医生的辩证指导 使用适合自己的药方 合理的治疗 一月调好多年高血压 血压一直平稳 大家好 我是中医华医生 很多高血压朋友常年吃降压药来维持血压平稳 但只要稍微不注意 少吃一顿药 血压就控制不住 如果你无法忍受这一情况 可以试试中医调理高血压 也很不错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病例 带大家了解一下中医调理高血压的思路 这个患者平时也是习惯还可以 但食欲不是很好 平时吃的也少 吃一点就饱了 感觉胃发胀 排便困难 特别难受 他的听力还很差 有点耳背 家里人都感觉这是上了岁数后的正常现象 直到体检查出 血压非常高 因为不想吃降压药 想看中医 我了解到他睡眠质量非常差 嘴里一直都感觉到苦味 脾气也很烦躁 容易生气 舌红太黄 这些症状证明了他是肝火上炎导致的高血压 肝火上炎也就是肝火上炕 这种情况都是由于怒引起的 生气心烦就会引起肝气不随 时间长了还会月花热 形成肝火之后 还会出现口干口苦 同时肝火旺盛了之后 肝阴就会不足出现两物干涩 甚至会出现眼红热痛这种情况 如果出现了肝火上炎 咱们应该怎么办呢? 最常用的办法就是清肝火力湿热 像这位患者呢同时还出现了脾胃功能变弱 出现了胃胀胃痛 甚至出现了两斜胀痛 这个时候呢我们同时还要健脾 他按照这个思路条理的半个月之后呢 睡眠质量就有了很大的改善 一个月之后呢身体上的各种症状都消失了 食欲也变好了血压也平稳了 在为患者调理的时候呢除了服用汤剂 我还让他规范饮食 吃饭时候呢要控制脂肪的摄入 少吃肥肉和油炸食品 像动物的内脏蛋糕 还有含糖量比较高的食物 那是能不吃就别吃了 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 蔬菜和低脂肪高蛋白的饮食 每天食用盐呢不要超过6克 烟喝酒呢也是一点都不能碰的 烟能刺激心脏 加速心跳 收缩血管 让血压升高 并且呢变得不平稳 酒呢也同样会使心跳加快 血压升高 平时呢要注意适当的锻炼 减肥并且可以增强体脂 大家如果有高血压的问题 最好也能做到这些 同时要注意每个人的症状不同 体脂不同 所以调理时需要吃的药就不同 如果有问题 一定要及时找专业的医生为你辩证 不要随便用药 以免越用症状越重 血压降不下 中医一秒招用上就降 高血压患者在吃降压药的时候呢 很多人对效果不满意 要么是干脆没用 血压一点没降 要么是昙花一现 刚降一会呢就又升上去了 在中医看来呢 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患者体内痰太多了 今天呢结合一位患者的病例 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位高血压患者体型虚胖 干活的时候呢总是觉得头晕 和他交流的过程中呢 我了解到他平时排便的时候呢 经常是不成型的 因为年纪大味觉呢有点退化 所以就喜欢吃重油重口味的食物 吃完就觉得腐脏 吃处消化的药给自己拿脱水 所以喝的水也多 每天早上起来呢也是肿的不行 他的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 痰湿的表现 他的高血压也是由痰湿引起的 引起痰湿的原因呢 就是他重口味伤体 体功能不好导致水液集中在体内不能排出 维他治疗的时候呢就以蕴脾化湿 沥水消灼为主 患者调理的一个月左右 就不那么水肿了 整个人看起来的状态也好多了 血压也可以保持稳定了 中医治疗疾病呢是从根源上解决 很多时候你根本想不到自己是哪里出现的问题 引起的疾病 所以从症状上来自是不能斩草除根的 很可能药效就是昙花一现 吃降压药别吃这三物 否则要白吃 长期服用降压药控制血压的朋友 一定要注意少吃以下三种食物 尤其是第三种 必须要多加小心 很多人还没注意到 第一个 辣椒 辣椒含有刺激性的成分 血压高的患者吃完辣椒后 可能会引起胶管神经的兴奋 导致血压升高或者是血压护稳 因此高血压患者在日常生活中 一定要少吃辣椒 特别辣的辣椒最好是一口都别碰 第二个 咸菜 咸菜呢 属于腌制食品 它里面还有大量的盐 高血压患者是用过量的盐 会使血容量增高 导致血压不稳定 加重高血压的病情 同时也会造成体内大量的体液 进入到血管或者是皮下组织 从而导致体循环晕血 出现身体水肿的症状 所以高血压患者要少吃咸菜 第三个 细幼 很多朋友会疑惑 都说幼子的营养价值高 具有辅助降血压降血脂的作用 为什么又说不能吃了呢 是因为细幼里面有一种物质 会影响降压药在我们体内的分解和代谢 轻了会出现头晕心慌的症状 严重还会出现心脚痛昏厥的现象 所以吃降压药的朋友 就不适合再吃细幼了 高血压患者一定要时刻关注自己的血压 稍有不适 血压升高 就要及时的到医院调理 请用一招快速降血压 谁都吃得起 无论是几年的高血压 症状轻或者是重 中医用一招都能帮高血压患者 把这个血压降下来 之前有位患者 家里老人都有高血压的情况 所以他一直在意自己的身体 每天坚持锻炼 监测自己的身体 突然有一天感觉自己起床猛了 头特别痛 手脚冰凉 一车血压发现特别高 我为他辨证 发现它是肝阳上抗导致的突发性高血压 这位患者是第一次出现高血压的症状 我只为他开了酥干清热的汤记 他回家按照我的叮嘱照做了 第二天血压就降下来了 在很多朋友看来 高血压是一个很难痊愈的疾病 但是并不知道它也有黄金治疗时间的 就是在刚出现高血压症状时 只要通过简单治疗 就能让血压平稳下来 经过一段时间保养 就会恢复到从前正常的状态 这期视频也是想告诉大家 出现高血压问题时千万不要拖 及时到医院治疗 在黄金时期把病情稳住 就能避免以后长期服药 以及并发症的发生